说一个笑话 在农村有两位老人 一个叫老刘 一个叫老赵 他们上山去采蘑菇 这个时候老刘就说 你要当心啊 新鲜的蘑菇啊 这个颜色越鲜艳啊 它有毒性的 不能吃 老赵说 嗯 那么我们先给狗吃 看看有没有事 结果这个狗吃了很多 摇头摇尾的就出去了 他们一看没事 两个人把蘑菇全吃光了 老赵出去转了一圈 回来说 哎呦 亲家呀 狗死了 把老刘吓得了 赶紧把准备好的肥皂水 最肮脏恶心的水 全部咕咚咕咚咕咕咕咕 全喝下去 然后拼命地让自己吐出来 吐得死去活来啊 刚刚缓过来一点之后 他向自己的亲家问 老赵 狗死得惨不惨呢 他的亲家说 哎 死得可惨了 一出门就被车压死了 所以我们做人要学会了解了别人之后 才去做决定 当你怨恨一个人 你自己要想到 这个人也不算太坏 如果我是他 我会怎么样呢 自己闭上眼睛 感受一下自己 你的脖性会让你发现 你让别人感到有罪很痛苦 其实你自己并不快乐 所以很多夫妻吵架 你用罪恶毒的语言骂了老婆了 他气得在那里哭 难道你很幸福吗 实际上要懂得 佛的智慧就是宽容 我们能够原谅别人 实际上自己就得到原谅 我今天不恨老公了 我自己也开心了 我老跟他憋着 我也难受 在我们东方电台 有一个节目主持人 他的爸爸妈妈 还有他三个人 都是脾气倔得不得了的人 他告诉我说 爸爸妈妈还有我三个人吵架 有一次最长的时候 是一个月大家不讲话 一个月不讲话 那我就问他 电话来了怎么办呢 他说是这么操作的 电话铃一响 爸爸走过去 喂 一听 不是找他的 电话放在边上 妈妈跑过去 喂 一听 不是他的 又放在边上 结果他跑过去 那是他的电话 你想一想 人多可怜 你其实原谅了他 你就是去跟他说一句话 你自己马上开心了 实际上两个人 只要不开心 一直对方的气场都揶揄着 只要几天之后 他跟你说话了 实际上你心里会特别的开心 要宽容别人 不要把人家记在心中 你们记住 如果你原谅别人 就是给你自己的心灵 撑起了一把伞 挡住别人对你的伤害 对不对啊 因为你留下了善良 这是一种胸怀 我们不但能温暖自己 我们对别人都能够包容和宽容 我们这个世界都会变得越来越祥和呀